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回到今个星期的大远右乐 我们继续讲我们的 城九龙城寨的黑暗核日子的下集 上集大家都觉得 哇 真棒啊 你可以找到这么多资料 深入签出 更多谢总理、韦哥和林阳一号 带大家从九龙城寨以前的所在地 告诉大家街道的结构 整体城寨的面积 大概的一些范围 老鹅也跟大家讲一下 当时楼宇的一些结构 也介绍了一本《大途解九龙城》 这本日本人 很努力将当时的城寨 差不多每一个住户 绘画了出来 还原一个城寨的结构图给大家看 资料非常珍贵 也希望各位老友记 都可以将这一集 真而重之地 如果你们以前是九龙城寨的一个居民 更加可以将这一集 和你们的儿子孙孙孙 说回你们以前在城寨里 生活里的点滴 或者当时的一个架构 对比起现在的九龙城的一个街头 究竟这个地方 以前的九龙城寨的哪里呢 又或者现在沧海桑田 面目全非 以前的一个景况又会怎么样 又或者跟大家讲一下 九龙城寨里生活的这些日常 我想正如上一集老鹅所说 虽然大家都说 哎呀,很不舍得九龙城寨 里面的生活又怎么样怎么样 人情味又怎么样 为什么不留回来做一个历史 一个的见证 好好地保育我们的香港文化历史 或者一些旧有的建筑物 但是老鹅在这方面的看法 这个只不过是good old days 我们不在城寨里生活 当然不知道城寨里面 也有一些黑暗和痛苦 或者一些污烟瘴气的日子 只是说供水供电 又或者说里面的卫生问题 大家都白起火 这些地方怎么可以生存 当时的城寨 当然聚集了很多新来港人士 又或者一些低下的阶层 可能在城寨里面 只能捱得到日常的生活 被迫在城寨里面 过这些日子 正宗的 不要让我有一天农村奉 我一定不会像现在那样 虎穿洞 怎样都要出去这个城寨 离开这个城寨 不在城寨生活 你当然不知道城寨里面的辛苦事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继续保留城寨 不要破坏的环境 我想有少少离了地 也没有在城寨里面居民的角度 去扣赏 很多一些朋友 如果在上集里面都看得到 就知道 当政府说要收回城寨 赔偿给城寨里面的居民 帮助他们的调遷 又或者赔偿他们 找其他地方继续去做生意 直接是捏饭也捏不及 走隔不休 当然有些朋友 亦都是因为私利 或者是希望在这方面 跟政府华盈 捞一笔 即是发起一些抗争 露宿街头的抗议 毕竟是一个很少数 亦都是难成大气 最终这个城寨 就是迁拆了 现在就还原了 变了好像我们现在 比较是街道扩阔了 亦都可以起到很多的 新型建筑物 最紧要是一些不卫生 水电供应 常常都有问题 治安各方面的问题 一些不合法的建筑物 签建 完全已经解决了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 如果不是承拆 在1997年迁拆了 说真的 以2003年的SARS 甚至到2019年的武汉肺炎 你也可以想象 里面聚集了三万多人 包括这么多年下去 如果真的不拆 历史当然没有如果 但是我们如果有What If的情况之下 里面的人只有越来越多 Wool-in-down-down 你也可以想象 疫情在里面爆发的情况 会如何 更有甚者 这么多年一些 这些签建的危头 基本上是无码地装 然后建上去 我想很多的一些楼宇 日久失收之后 不要说成寨 今时今日我们的香港 很多的三毛大厦 又或者一些过了几十年 营业权多到爆炸 又复杂的一些旧楼 是吧 里面的一些维修 这个问题 都非常之严重 走火环境的一个通道 一个安全 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 如果不是拆了 如果今天还存在的时候 我想里面的这些危楼 火烛 瘟疫 各方面的问题下去 真是死得人多 你说是不是 Anyway 虽然就是拆了 但里面仍然有很多的一些 令到我们香港人 应该要知道这些往事 了解这一段的历史 熟悉城寨的 过去的一些故事 毕竟这是香港的历史 和香港的故事 今时今日 这个的中国 一定要去我们香港 灌输一切的爱国的思想 所有的东西 都是以中国为先 中国共产党 香港的主族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在香港人 更加将来 了不了解清楚 城寨的故事 为什么会曾经 有一段黑历史 里面 乌伊丹都 变为三骨馆的地带 如果我们不在这个时间 更加及早认知 过去的来龙去墨 我可以跟大家说 将来他们 会如何扭转历史 或者将英国人 说到他们很不激 或者完全不理城寨 或者阻碍他们的 中国共产党的政权 进去管治 如此类推 又不得他说 到时候将历史抹黑 改写 我们就无法知道 真正的历史 这个真相 今集都会和大家说 说城寨里面的一些问题 当然包括一些治安的问题 和黄岛毒的问题 也会和大家研究一下 究竟当时的港英殖民地政府 是否完全放手 不理城寨里面的治安 民生 所有这些东西 说到真真正正三不管的地带 盘屁 躺平 不理你 理睬你四婆 不管里面发生什么 让城寨居民自身自灭 我想想 曾经在城寨里面居住过的 一些老友记 肯定知道真正的故事 会如何 希望今集《老鹅》 找了很多不同的报道 历史的记载 展报 不同故事的一些描述 希望可以说到 当时大概的略知一二 给各位老友记 认知一下 当时城寨里面的生活 会如何 首先 大家都知道 上集也有说过 城寨变为三不管 当然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问题 如果我想问一个问题 给各位港大的老友 问一问你 假设你是当时的港督 你见到 在九龙城的地区里面 污烟瘴气三教九流 里面说是一个 又是前清 又是以前的民国政府 又是日本仔 又是管治国 现在我大英帝国 修复香港 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这个地方 应该是属于我们 打完二战 应该所有东西都洗牌 为什么这些在满清围流下来的 关于一些主权问题 还要被我们 在香港女王的土地上发生呢 我想如果你是港督 你都会想想 这个方法 收回九龙城寨的主权问题 没有他 说真的 如果你要管治一个城市 竟然告诉你 城市的核心中间 有一片的土地 是不是归你管 如果有人犯了法 躲进城寨 又没有权进去捉帝的人 或者里面 爆发了一些问题 严重的罪案 也会影响到 整个香港的民生的时候 你明明见到有个癌症 明明见到有个毒瘤 但是你不可以下药 不可以医 甚至你不可以用手术 将这个总楼撤除 我想如果你是一个有为的 这个港督 你面对这么严峻的问题 你每一天 在这个港督府里面 你都和你们的advisor 其他高官 想想一下 怎样可以 将城寨里面的问题 One cent for all 去解决它 那不是说 港英政府 不曾经尝试过 做这一件事 他们真的有试过 大家都知道 城寨因为没有网管 业权很混乱 有些人就是进去混水摸鱼 就是建一些屋 就是迁建 就办了 就当是自己的这些地方 如果你是香港政府 你看到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会怎样呢 是吧 因为越来越多的人的时候 里面就会有很多的 一些的疾病 会重生 譬如会有一些 卫生的问题 会有罪恶的问题 哇 你只想一下里面 越来越多人的时候 你管不了 里面丢垃圾 都是一个问题 是吧 如果里面爆发一些的疫症 也会怎样呢 是吧 就是在英国人管治香港 也别说 不试过曾经 这个太平山街 拜法的这个鼠疫 就是你会很多事情 会认为 你要在一个行政里面 希望你可以解决到的事情 那么 最后机会来了 飞雲 那在1933年 他们曾经 就是希望 可以拿回这个九龙城寨 或者希望在这个九龙城寨里面 行使英国殖民地政府的 对这片土地的管轻权 和它一个主权的示范 首先呢 英国人就是出了招 想看下当年的一个国民政府 就是如果我这样 你又怎样 会有什么的反应 就出了一个博弈的第一着的棋 那么1933年的6月10日呢 在城寨的居民里面 就突然之间 就看到有一些的告示 那么这个的告示 就是说 你们呢 今月就是6月10日 那么各位有记 你们就密切留意了 在九月内 你们就一定有些地方 就一定要迁出 就是 如果不是呢 我们就要赶你们走 或者我们要拆某些地方 那么 那么 消息一出 当时的国民政府 就要看他反不反应了 1933年 就是差不多 就是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 就在酝酿着 当时的这个日本 对这个中国 就是虎视眈眈 我想英国人 就是在当时里面 看看你这个蔣介石 你现在分分钟 就是 政权危危苦 又或者是当时的日本 开始对你中国 虎视眈眈 你刚刚搞定了一些 修复了 一些打完军阀 没多久 国家就 八病要代举 很多事情要搞 那我就试一下 你这个反应 会是怎样 搞搞你的九龙城寨 说要拆某些 看看你是怎样 如果你不跟 这个九龙城寨 他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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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试一下这个 国民政府 会是怎样 那当时 的国民政府 就是多次抗议 那就是 英国的一个殖民地政府 就是 彩你都四婆 抗议无效 最后 就在12月 这个时候 就拆了 城寨25号 的一些文宅 我查到一些记载 这次是第一次 英国人 试探 但是 可能 有很多 一些考虑 就没有吃着想 那拆完之后 就不了了之 那就是 起码他试了一件事 我要拆你的一些 九龙城寨 就是签建的一些屋 或者一些不合规范的 一些楼宇的时候 你国民政府 有没有一些 特别的激烈的做法呢 纯粹是一个 试探的一个性质 原来 你就是 我有我屌 你有你嘴苗苗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 激起的一些状况 那在这一次里面 就试了初试提升 第一次的博议 那好了 接着 1945年 1941年 就已经是爆发了一个太平洋战争 那英国人呢 就是 我们的香港 就被日本人掌握了 那之后 大家都了解到 三年零八个月的这个日子 直至到1945年 美国跌了两个原子弹 因为广岛和长旗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那英国 也都不理国民政府的反对 要老虎虾 我也要拿回这个香港 香港是大英帝国女皇上 皇冠最能量力的一个明珠 当然要拿回 拿回香港的时候 也都当然 以前的九龙城寨的问题 仍然还未解决 所以去到1947年的时候 当时的港英政府 第二次出手 就要试试 究竟可不可以 搞定吃碗面 就是九龙城寨 拿回它的主权 看看你这个国民政府 是怎样的反应 当时的国民政府 仅是打完场仗之后 面对中国共产党的冒起 毛泽东条归宫 在搞这个打内战 当时的蔣介石 也是头都行迈 分分钟输了江山 英国佬都看准这个情况 出告示了 就告诉大家 现在虽然城墙拆了很多 外面建了一些木屋 而这个木屋建了一个地方 就是英国皇家的皇家土地 这些全部是迁建 和违规 私人霸了我们英国的皇家地 予以谴责 实质通知 在两个星期之内 然后我们就会 拆掉你们这些 这些称建的 这些木屋 各方面的东西 当时 当英国人出了这个Lotus 之后 城寨里面的居民 都会人心惶惶 也都决定奋起抗争 对抗英国人 要拆他们的一些 木屋、尊屋 这些行动 英国人每次来得及 或者是执特利 或者是政府官员 他们抗议 亦有暴力的对待 甚至是扔砖 在打一场家园的保卫战 最终就这样 叽叽搞搞 去到四百年一月十二日的时候 英国人就是 要怎么理睬你四婆 这个Puriotic Table 周期表里面的其中一个元素 Campchurium 这么粗厉 我就要拆屋 拆了整七十间的屋 甚至借一些义 拆了一些历史悠久的 已经在城寨里面很久的 很有历史性的 旧的一些 历史的砖屋 这样的做法 你都知道 英国人很鬼鬼祟祟偷番薯 背后里面很威死阴湿 下一着就有十着在后面部署 其实他们自不在 就是拆掉这些违规的一些屋 其实他们最主要的就是 我拆你的屋的时候 看你国民政府的反应 有什么特别的反抗 看你这些人会不会 吵圈巴闭 或者有什么激烈行动 如果你们不出声 或者你忙于要照顾你 中国内战的爆发 那我就借一些耳 拆下一些就拆下一些 拆下一些就拆下一些 拆掉了你 总之我不管了 即既成事实 面对现实 拆掉了里面之后 我就恢复回 对这个城寨里面的一些主权 这个管制 我就理你四婆了 到你有你有你抗议的时候 就是拳头 哪个拳头大就哪个恶 你都没办法做到任何的事情 当时英国人想的如意算门 正正如此 我就刷你的九龙城 看看你有什么反抗 而当时那些居民 可能是打完仗没多久 文字各方面都比较未开发 或者当时有些很民生上的 威风 或者很多法律上的认知 你拆我的房子 我已经无地可居了 大佬我屋都没卖 那我怎么办 身家性命财产 只有这个房子里面的东西 你拆了我 我无地可去的时候 那我就誓死反抗 到死誓相传 那很多的居民 就见一些执达利来到 或者执达人员来收楼 他们就是拆了那些屋 那些砖头 就扔那些人员 扔了政府官员 爆发了很激烈的一些肢体冲突 和一些武力的一些反抗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英国人豈有此理 这么稳空刊 那我就一于 就用武力去还击 甚至牵涉了开枪的事件 那在这个拆射里面 虽然拆了七十几间屋 但是居民热烈的反抗 英国人开枪还击的时候 导致六个人的伤亡 家园又被人毁了 那很多的华文的报章都大肆报道 港英政府进去城寨里面拆屋 如此类推 也都有人命的这个伤亡 那全中国里面的人 知道有这件事件 就是全国愤怒 因为九龙城寨在他们的眼中 就是属于中华民国的 因为自从清廷倒了之后 就到他们拿庄 他们拿庄就觉得九龙城寨是他们的地方 里面的主权就是属于中华民国的 而港英殖民地政府 说帝国主义就来欺负我们 入侵我们的城寨 拆了我们的家 打伤打死我们的人民 在这个情况下 新闻出现了之后 全国国家里面 很多的大城市都声援 和表达他们的愤怒 这些地方包括广州 上海、南京 和我们隔了没多远的 马交、澳门 全部的人走出来抗议 声讨港英政府 一时之间就是舆论的压力 和国际上 和中国里面的一些反抗声音 当时的港英政府 这件事搞大了 这些反抗情绪这么高涨 如果有什么东西 你城寨里面的人冲出来 或者继续激烈地去反抗 那就是很大的人命伤亡 本于这一个 charity 的心 就是对人命的这个尊重 也都不值得去搞大整件事 你也知道 当时的香港 1947年之后 都是特种境为穷的稀 很多事情都要兼顾 民生的各方面要搞 既然这一锅 搞搞一下这个肿瘤 要割的时候 既然流陷农 逼一些农出来 农液就拆开了之后 可能影响到整个身体的健康 那当然不行了 既然是这样 不要停住 先弄个伤口 逢针 不要理会 放在一边 不要搞它 我们撤退不搞 平息憤怒 那就没有继续拆屋 好了 由于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九龙城寨就踏入到50年代的时候 港英政府 因为没有办法 在九龙城寨里面 含使他们的主权 而当时也是中国里面逆手 就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匪国 就拿庄 他们也是对这件事件里面 仍然是Claim 这个九龙城寨 是 somehow 主权是属于他们 因为中华大地的主权逆手了 而港英政府再插一脚 进去的时候 也都很害怕 爆发了一些不同程度上的冲突 吃不了兜着走 所以 就惨你 就是死婆 有你在现在的状态里面 一直保持住 好了 其实也是因为这样 四五十年代 甚至乎踏入到五十年代尾 其实这个城寨 可以说是全九龙城寨的 这个年代里面 最烟烟瘴气 最多不同的罪恶的衍生 最多的黑社会 白粉 赌档 所有的不同的罪恶 都在这个城市里面 衍生了出来 而五十年代 就是九龙城寨 最黑暗最黑暗的 污烟单刀的情况 主要我跟大家说 当时的这个九龙城寨 究竟有多污烟单刀 有多黑暗 立刻回来和大家说说 中文字幕里面 我们有少论 最后的这个 那些小龙城寨 还有一些小龙城寨 那些小龙城寨 真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明知道很多罪犯在里面 甚至他们做了很多非法勾当 你又要采取一个只眼开只眼闭的地方 但在女皇的土地上 如果所有的罪案重申 对香港的治安或其他地方 所有的管轻都会构成不同程度上的问题 那你又怎样去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呢? 当然背后里面有牵涉到萌生 对恶势力的一个 究竟要认低威 采取四婆 还是要严正执法 同时之间也有很多政治上的敏感地方 你大力一点 里面又叫通 里面一叫通 上面中国的政府就妈妈声 吵圈巴闭 又要西又要什么 就是和窮屋极壳 那你在这个华南 一个小岛 大英政府 大英帝国 远边 就是这个爱莫棱座 就是这个分分钟就要吃眼前规 那你做一个港督 甚至你是这个香港的 这个警务处长 你都会面对着一些问题 一个不觉意了兴了他 爆发了一些主权问题 他真是瘋了上来 派兵冲过一个深圳河 入你香港 连你香港都拿回来 那时候便会因小失败 所以他有很多政治上的考量 就是要面对着九龙城寨里面的罪恶的问题 所以一直以来 港督政府都用一个试探式的状况 正宗是拆脑试沙包 今天我就试一下这一步 看看你怎么反抗 后日我又试一下 或者隔了一段的时间 麻痹了 淡化了 我又走多一步 看看你又怎么反抗 或者见到一些正确的时刻 改正一些问题 看看要如何在适当的时间 插手加大力度 拿回主动权 当中有很多的博弈 你们都见到英国人 在背后 其实都有很多政治智慧 在里面 不是一些妄动 不是一些曹圈巴闭 躁动的做法 或者很多事情是经过一些心谋远累 在适当的时间之后 然后就是很决断的 去做一些举动 但是在整个过程里面 其实港英政府 是一直都没有监视 或者是放弃 对这个九龙城寨里面掌握 里面究竟发生什么的事情 你以为港英政府根本就不知道 里面有什么的帮派 有什么的黑社会 里面有什么的大当 有多少的脱衣档 脱衣母 吃狗肉 又或者这些烟档 赌档 你就错了 那些政府一直都对 城寨里面的东西 撩如指掌 知道里面有什么的势力范围 大概有多少人住 有什么的地方 做烟档 哪些是大耳窿 哪些有没有打劫 有没有汤死牛 如此类推 完全都知道了 但是奈何这些罪案 在里面发生 就是属于中国的主权问题 谋谋然进去要执法 或者捉这些匪徒 罪犯 又怕这个中国政府 当时的共产党 吵圈巴弊 引发一连串的政治事件 因小失大 所以也是很有节制的 其实在一个五十年代的时间 港英政府将里面的犯罪 这些范畴 调查得妥妥当当 当时的一个报告就是说 里面在城寨里面 就有154间烟档 7间就是这些有规模的赌场 还有15间就是吃狗肉的店铺 15间吃狗肉的 他们都知道 还有11间的这个记宅 还有里面有一个 300人的这个戏院 你看 城寨的人这么有文化的 喜欢看电影的 究竟是看粤语长片 还是看西片 看迫决长天 还是看鲜乐飘飘处处闻 还是怎样呢 为什么他们有一个戏院 还是他们在看截止戏的老官 做大戏呢 那你就错了 原来这一间300人的这个戏院 原来他最棒的地方 就是用来看跳科娃娃 就是看这个脱衣舞 大家就会问 那我是不是茂茂然 冲进城寨 我来看脱衣舞 那如果超哥和韦哥 当时出生了 一进去城寨 我要进来看脱衣舞 我会被人打到你猪头 就是外来人进去这个城寨 不是不Alcom 不过要有洞露 要有阿虫介绍 原来当时你要进去这个城寨 要看这个科娃娃娃 可以 没问题 你可以有两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 就是游麻地 这个榕树头 另外 在廟街 那里 其实有他们的一些档摊 公开发售这些门票 就进去看这个戏院里面 看这个脱衣舞 他们更重要 一张票 当然不会看到你笑 任全日 任体内有鬼鬼 但一张票 就是进去 可以看一个小时左右的一场 刀场的这个做法 falan 如果在榕树头 或者廟街里面 买看脱衣舞的被樱妥 买完之后 не надо поэтому 就要去九郎城寨 他們說要走去, 熱屎辣辣, 新水新汗 他們有專車, 有這些巴士接送 大家去這個城寨, 看脫衣舞 大概看一場的脫衣舞, 收費其實都貴的 都五元雞一張 五元雞一張, 五十年代的這個時期 其實真的不是一個便宜的票價 進去看這個脫衣舞, 看一個小時 我想有些收回來的消息 其實很多跳脫衣舞的女女 都是心不甘情不緣 苦口苦臉, 沒水洗臉 正宗西口西面, 讓你們看過西 很可憐, 被人逼迫 做這些牛肉場 人肉科場 那些顏色人 超哥舔了 韋哥, 這件好了 平頭品足 你想想, 那個女生也挺難受 但是奈何, 裡面有很多黑社會的操縱 當時的這個Fall Show 就是由下午的五點鐘 就是收工 韋哥, 我們做什麼事? 我們看秀 就去這個榕樹頭買票去看脫衣舞 那就進去看了 十二點就是最後的一場 好了, 看完之後 其實你一看完之後 就有很多柔衣 超老闆 你今天很好神采 超老闆 你這麼好運氣, 看你的款式 碰檔 由頭滿面, 紅光, 紅粉, 飛飛 我帶你去這個賭檔 發財賣便, 賭兩手 跟我進去, 賭一下錢 如果超哥不相信殘言 聽到別人說 以為他真是紅光滿面, 紅粉, 飛飛 以為進去賭一賭 很熱, 贏一頓 他就會賭檔賭錢 他便會拔掉 偉哥可能不願意 偉哥說, 賭錢沒好的 有別的東西玩嗎? 你想玩什麼? 來, 馬佬, 大家心照 要不要開口 行, 沒問題 乾淨, 站住 真的很服事 行, 沒問題 去雞兜 當然啦 帶你去啦 老闆, 跟我來 角色其色 角色其色 大家可以進去九龍城寨 超哥賭錢 偉哥可以光顧這些叫雞 技宅 如果吊總理進去, 那又怎樣呢? 吊總理進去 吊總理進去 想減肥 有什麼事情玩嗎? 行, 我帶你去 有些事情好玩 有提神 吃完之後 不想吃東西 但不吃東西 你就不會覺得肚餓 又這麼精神 我帶你去 扯粉 裡面的鴉片煙檔 有白粉 扯口電 包你精神爽力 老友 吊總理就可以進去 嘗試追龍 吸毒減肥 如此類推 所以 人客進去看完脫衣舞 又或者進去裡面 開心完了 有很多形形色色的 所有罪惡 三不管的罪行 非法的娛樂 你喜歡賭錢就賭錢 你喜歡叫雞就叫雞 你喜歡吸毒又吸毒 各色其色 色除尊便 裡面就是龐大的生意 那些警察是否當他們死的 完全裡面這樣去做事 做一些非法勾當的警察 是否完全不管呢 但是因為 警察沒有在裡面 有一個行使 他的司法權 就算在裡面有什麼事情 即是他邀請這香港警察 進去執法 抓到那個人 你也因為那個地方 不屬於你大英帝國的 國英殖民地政府 所以你也都告他不到 採你四婆 所以如果 甚至捕捉到那些人 或者在裡面犯罪也好 都是只可以送他去羅湖 遞戒他出境 扔勾他走 主要就是 這個做法 就是可以解決了這個問題 所以你在當時裡面的 國英政府 要解決這個問題 就算有人要你進去幫忙去執法 你真的去拘捕了那些人 你也是沒有辦法可以檢控他 或者是行使這個司法的權力 在他身上 之後就是將他 扔回他一些國家 即是最近的就是這個中國 將他第二屆出境 搞他不行 好了 為什麼當時在五十年代 這個九龍城寨 這麼煙煙瘴氣 這麼多麻煩的事情 當然就是因為 爆發完這個國共內戰 很多一些廣州的軍人 也是逃避共產黨 就走了下來這個香港 也都是進入了這個九龍城寨裡面 進來又沒有仗打 有些什麼好做 當然是大家斗黨揭捨 大家幾個人都在一起 接著不同的小組 變成一個大組 就衍生了很多這些黑社會的問題 而當時就是最多的 最大的幫派 或者最有影響力的這些幫派 應該是Sun Beyond 還有這些號碼 加個K 加個K 那些字頭 在裡面就是最惡 以及最惡人霸道 其實基本上 有些人說 根本個個都在裡面 都是扮黑社會 城寨到處都是幫派 哪些是大哥 大哥就是大家 互相欠利益 欠地盤 沒有被人砍死的就是叫做大哥 所以裡面經常都有打鬥 經常都有暴力的事件去發生 但是你可能會問 其實城寨裡面 有人在住著 不是全部都是烏煙單刀 又煙檔 又白粉牆 又跳脫衣舞 裡面有人在住著 那些人是怎樣呢? 原來你真的很奇怪 城寨裡面的人 不會在裡面吸毒 城寨裡面的人 就是不會在大檔裡面賭錢的 城寨裡面那些居民 也不會在裡面叫雞 可能出去外面去光顧 不在裡面 哪裏吃哪裏吃 而在城寨裡面 就很不成民的一個規定 所有那些煙檔 賭檔 制毒工場 雞鬥 全都去了東區 而西區 絕大部分 都是一些民居 民間裡面的住所來的 所以裡面那些居民 如果有份政職在城寨外面 早上就起床 就出去城寨裡面 外面就上班 放了工的 就回到城寨裡面 就起居作息 學生小孩 早上就出去讀書 晚上就回到家 正宗就是井水不犯河水 你有你黃島讀 我有我正正常常 早出晚歸 日出而作 日出而息的這種生活 西邊就是住宅 東邊就是罪惡溫床 在這樣的情況 正如我剛才所說 港英政府就很想 要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撫毛 這個對策 唯有就是 用這種方法 你有事找我 我就進來幫你 是吧 捉到一些人 我也控告不到 唯有就扔嬌他走 就回大陸 是吧 一直都是下去 就是 行用這種模式 這種模式去管治 或者是這個 在旁邊 裏面就是 監察著這個城寨 不要讓他這個 毒瘤惡化 或者是控制他 在一個 可以控制的情況之下 其實警察 跟裏面的居民的關係 都很和睦 就是很良好的 不會說裏面的居民 就很仇視這個警察 而城寨裏面出問題 警察就不會第一時間 就進去抓人 首先要找到裏面 一些大佬 裏面的大佬 打了一個招呼 打了一個溝通 然後想一個方法 喂大佬 你打傷人 那怎麼辦 或者裏面有些人 製毒 投訴 那怎麼辦 大佬就會想方法 去擺平 然後就告訴他 什麼時候幾月幾日 你進來就開閉眼閉 你看不到 我看不到 那你以為抓人 抓人 這樣 而警察到時候 也會進去 根據他們的資料 去哪個地方 緝拿到那個人 就馬上把他 拘捕出這個城寨 然後之後 因為告他不到 就把他 扔走 這個回到大陸 這個 大佬出境 這樣的情況 所以真真正正 其實警察 是不需要 進去城寨裡辦案 而他是要跟裏面的大佬 打了這個交道 知道誰抓莊 跟他談清楚 我有這樣的問題 你怎樣去解決 而城寨的大佬 也是要配合 將裏面的 即是犯罪的分子 篤灰 或者是怎樣 篤了這些人出來 而警察就進去 周固了他們 之後 然後就把他搞定了他 想這個方法 是怎樣擺平的一件事 警察好交差 即是城寨的秩序 也可以維持 城寨裡的利益 各方面的油水 亦都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這就是正正裡面的 平衡 和諧 但是 始終那個烏煙瘴氣 骯髒的問題 仍然是有這個持續的 好了 正如我所說 警察會不會 是之不理 容許 或者港英政府 容許你這樣 將我們英國的地方 這樣搞到 即是烏煙彈道 烏煙瘴氣 那當然不可以 但是問題 一定要等 即是 什麼時候有適當的 right moment 去right the wrongs 即是 搞定這些 不正確的時間 終於要等到1958年 至於一個契機才出現 當時 城寨裡 你知不知道 最多死屍的地方是哪裡 城寨裡 原來 最多的死屍 被人經常發現 就是城寨裡的公廁 這些死屍 通常都是進去城寨吸毒的隱君子 或者 就是 取了毒 取了很久 或者 又要打針 或者 overdose 或者吸了有問題的毒品 死人 死了之後 為了不要乃屍上身 不要麻煩 那些毒販 或者賣毒的人 或者經營毒檔的老友記 就把這個屍體 搂完包袋 然後搂東西 搬去廁所裡 廁所裡 污染涨氣 不僅臭 之餘 還有死屍 整天都出這些死屍 在城寨的廁所裡出現 當有死屍出現的時候 當然要報警求助 警察來到 這是誰來的 不知道頭不知道路 沒有身份證明文字 屍體發現案處理 總之 經常有導友 在城寨裡的廁所 吸毒過量 或者有其他病發症死亡 也沒有辦法禁止 經常都會見到這樣的情況 直到1958年 發現了一個屍體 被人拿這個麻包袋 紮起了 然後棄置在城寨裡的廁所裡 而當警察接受到 報案的求助的時候 去到九龍城寨 把這個屍體 解釋到他的身份 他並不是一般的導友 青雲 引君子 這個老童 原來是沒有吸毒的 但是反而 他是一個名頭 響當當 就是一個岩城之虎 叫做岩城之虎 姓柯 叫做柯錦成 一個大老級的黑幫分子 也看到他被人 不是死於自然的 是死於他殺的 也有一個謀殺的成份 一連串的偵察 調查 突然發覺 原來是九龍城寨裡的一個居民 華人 叫做陳卿 四十歲 現在四十歲 四十歲的陳卿 就是謀殺了一個岩城之虎 然後把他打包 棄屍在九龍城寨的廁所裡 事件 機會來了 飛雲 如果港英政府不理這件事 九龍城寨已經污染脹氣 又反毒 又吸毒 又非法賭博 經營非法的色情場所 人肉場 現在你搞出人命 那些我都不理你 牛途敢水 不能夠牛途 你喜歡賭錢 你就屌輸身家 你要吸毒就有你的 吸毒到暴斃為止 你要叫雞 我也無法阻止你 吃色聲也 但你搞出人命 又不是那一回事 當時的港英政府 毅然要將謀殺犯陳卿捉了 當陳卿捉了 大家可能會說 你剛才說捉了一些犯罪的分子 是不是要將他遞嫁出境 就算了 港英政府就在這個時刻 試探當時的共產黨 究竟會不會有什麼反應 竟然他這次 直接控告他謀殺罪名 然後就要提堂 要審判 還押監房 而沒有將他遞嫁出境 背後的目的 當然不僅是伸張正義那麼重要 而當時的這個中國共產黨 不知道他大饑荒大躍進 還是怎樣 亂七八糟 我看死你 可能是無力去了解一下 抗議的情況之下 我就嘗試捉了這個殺人犯 然後就去Protecture他 再進行法庭的審判 後來還判了他 謀殺罪名成立 還手死刑 還要執取法 將你這個中國籍的九龍城 裡面的居民 還手死刑 看看你中國共產黨 有沒有什麼反應 這樣 而當時的中國共產黨 可能是很忙 或者是毛澤東 掛著滾女 還是掛著大電降 這個大躍進 還是怎樣 竟然 一句聲音都沒有出過 就這樣被他 就吊死了裡面的一個中國人 而當時 英國人看到 哇!機會來了 就知道 拿到一個訊號 城寨裡面的罪案 我不會抓到你之後 就遞界出境 而是真真正正在裡面 我要Protecture 我要蓋檔 我要檢控 根據大英帝國 在香港行使的法律 這個普通法 予以起訴 判監 收監 要他們這些犯罪分子 就去服刑 除了這宗 岩城之虎被人堆毀了的事件 英國人順利把這個兇手逮捕 再把他檢控 甚至還手死刑 之後還有一件 在城寨裡面發生的命案 甚至放火燒死大肚婆 也把這個兇手逮捕 也要審訊 要判監 這兩件事件 中國共產黨都沒有吵 有這樣的情況之下 港英政府決定有限度 去整頓 和城寨裡面的治安 借了這兩宗犯罪 然後進去城寨裡面 蓋檔 捉一些罪犯罪犯 掃蕩制毒工場 捉這些混蛋 進去開毒教 逮捕這些販賣毒品 這些毒犯 然後將他們乘之於法 檢控 既然可以行使這件事 換句話說 九龍城寨裡面的黃賭毒 這些活動 開始邁向尾聲 開始 完全得到規管 規範 捉你的朋友 不敢亂來 所以九龍城寨真真正正 那些黃賭毒 治安的問題 污煙丹刀的問題 其實就是在1960年代之前 1950年代的結尾 那個時候 就是那段的period 就是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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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煙丹刀 最黑暗 最拿命 最多三教九流的治安 這個嚴重的問題 開始九龍城寨 裡面的秩序 裡面的治安 其實也得到這個保障 以及得到這個規範 而裡面當然也有警察的巡邏 我稍後也可以跟大家講講 裡面的一些民生問題 以及介紹一本書 給大家看 裡面也有很多的記錄 就是展示了當時的港英政府 根本是沒有放棄過 城寨裡面的一些民生問題 好了 而我所講的之後 解決了這些治安問題之後 九龍城寨就要面對裡面 要解決他們的一些民生問題 包括倒垃圾 供電 供水 甚至裡面有那麼多的貧富階層 怎樣的人去照顧他們的社工問題 福利問題 會是怎樣呢 我稍後看看 第二節的大院有落資 九龍城寨的黑五日子 可以跟大家繼續去這個分享 所以裡面很多人都會說 港英政府不理 本屁 有東西吃狗肉 有東西吸毒 其實真是以而存而 真正去到六十年代 其實已經基本上裡面的治安 就是得到這個管制 甚至有些人就說 其實九龍城寨的這個犯罪率 去到它拆卸之前 只不過是一些可能是 爆隔、打劫、 導友搶你、婆婆三四十元吸毒 這種小罪行 真正的嚴重罪行 其實就已經在城寨以外 只是重要的大型罪行 因為裡面已經是 只不過是一些人 弄工場、 居民、 沒有那麼多吸毒、 大檔、 脫衣帽、 油水的東西 沒有好處、沒有利害的 自然就沒有罪案 所以解決了裡面 那些最麻煩的犯罪問題之後 九龍城寨的治安 開始步向一個可以受管制 以及裡面的居民 都可以安心地生活的情況 完成了